好 回来之后我们来关心一下俄乌的一个情势 一个是俄罗斯国防部 那公布了他们的一个军事上的成果 一天之内击毁了这个109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然后呢在前线交战了69次 那还有一头是这个有一个乌克兰的这个议员 那今天这个新闻都登得很大 但是我详细看了这个内容 其实有点算是二手或三手消息 这个议员呢又引用了所谓的消息人士说 现在的乌军总司令已经同意要签署停火协议 什么意思呢 就同意向俄罗斯投降啊 投降啊 投降啊 因为理由很简单 就是无法打败嘛 那当然这个泽伦的态度如何呢 你看到泽伦好像口风也转变了 在上一次的这个俄乌峰会 不是完全没有邀请俄罗斯吗 单边参加 那哪叫做一个什么什么峰会啊 那这次他说11月还要再开一次 但是这一次呢 就好像我们看到就是 希望这个俄罗斯派代表来出席 所以愿意跟俄罗斯谈啊 他之前也讲嘛 也可以透过第三方 对不对 那所以这次的峰会也希望这个俄罗斯来啊 那对照六月在瑞士举行的那场 整个口风大转变 再加上这个议员透露的讯息 是不是做好了某种准备呢 那11月份泥土计划 当时这个美国的选举也差不多了 大势底定了 所以是这样吗 美国选举之后他就要投降了吗 大家想很多 还有7月16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到了这个联合国 那在这里参加了很多跟这什么中东问题的一些辩论会等等 那媒体最关注的就是对美国来说 是不是有计划跟拉夫罗夫见面 美国国务院的回答也很奇怪 很奇怪 我们通常不评论 不宜公开的外交讨论 就告诉大家 这个讨论不宜公开 对不对 为什么不宜公开 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协议 在交换些什么利益吗 当然匈牙利最近也很跳 匈牙利自从难得机会 接下了这个欧盟轮值主席之后 动作飞快 7月1号接任 7月2号跑到基辅建泽伦 7月5号跑到俄罗斯见了普丁 7月8号又跑去中国大陆 见了这个习近平 马不停蹄 但是匈牙利对于欧盟来讲 本来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 现在欧盟要集体抵制 所以你看到包括瑞典 芬萊 埃沙尼亚 拉脱维亚等等 六个国家都不派部长 去开欧盟相关会要降级 冯德莱恩当然也是 他这个打破了过去的惯例 下半年也不安排访问匈牙利 还有个最新的消息 欧盟不是要向这个大陆 征这个电动车的临时性关税吗 这个幅度调得很高 那最新的讯息 他要求27个成员 在7月15号前提出意见 那目前明确的是 意大利 西班牙是赞同的 瑞典 德国是投弃权票的 匈牙利当然不用讲是谴责 还有很多国家到此刻为止还没有给答案 我要再回去讨论一下 季大使怎么看 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是不是打得下去 我们就看一下那个美国共和党政纲 前一阵子公布的那个政纲 里面你就知道 如果说是川普当选以后 美国对俄乌战争的看法是什么 那其实这份政纲里面谈到国际关系 外交的问题很少 大部分都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美国内政 第一个是什么 要通过最严格的什么 这个反移民的法案 要把这个移民问题彻底解决 然后要进行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遣返 这些非法移民的动作 这是他的这个政纲里面 一条条排列下来 那对外交安全他讲什么 讲得很少 他说我们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 然后呢 要在欧洲及中东重建和平 就这样 那这个东西重建 欧洲重建不就俄乌战争吗 拜登川普已经讲了好几次 我上任一天俄乌战争就解决了 对 那这个这个话讲的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别人讲没有用 美国讲绝对有用 为什么 因为今天乌克兰这个战争 他能不能打 完全看美国人的态度 如果今天未来 很有可能当选这个 所谓这个 美国总统的是川普的话 川普讲我上来就要结束这场战争 所以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 因为时间则轮就压在11月嘛 你妥一个完全准备好的计划 那个计划万一川普胜选的话 就要投降了吗 就是这样子 他们现在已经做准备了 其实 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学者 我很尊敬的学者 他讲过 他说俄乌战争 乌克兰已经输了 为什么呢 他说基本上乌克兰是靠别人在那儿打这样的战争 所以美国选举也已经结束了 乌克兰也已经输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乌克兰现在一定在考虑这些问题 对 在争取最好的退场机制 他也要早一点对他的社会 做一点 放一点风声出来 要泽伦斯基如果是想要 怎么讲呢 现在他的问题就是说 他能不能全身而退 你知道你今天你站到这个位置上 上去容易 登山容易 下山难 你不要到最后 这个留下很多历史上这种 领导人的悲剧 可能泽伦斯基又是其中之一 他也要考虑他退场机制 现在整个外环境变得这么多 那这个 这个欧邦去这个三个地方 一上来先到基辅 然后就普丁 然后再见习近平 这个才是真正有 对恶务战争有影响力 他把最有力的三个领袖 当然中国大陆是 他欧邦很信任的 我像他想要联络中国大陆 跟他采取一定的立场 一式的立场 可是他可以同时 见泽伦斯基跟普丁 我觉得他是可信赖的 一个中间人 因为事实上话 我想你看 这个欧邦作为这一次 他这个三国穿梭 迅速走完一圈以后 他突然没讲过话 一句话都没讲 一点都不透露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调听者 口风很紧 所以人家才会信任他 今天泽伦斯基讲 跟欧邦讲的话 欧邦出来嘴巴大一讲 可能泽伦斯基在乌克兰内部 有人就要跟他清算他了 他就人头都不保 但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欧盟要集体去抵制他 然后你看 只要跟他有关的全部降级 要不然就不出席 瑞典芬兰艾沙尼亚 一共六国 欧盟有二十七国 对不对 也不过 那他不去就不去吧 没有影响 而且欧盟这个 这个欧盟这个体制 他这个建构的非常的稳固 他很少能够被少数人 能够去左右 为什么 他这个整个的整合过程 是建立在极为扎实的法律文件上面 所以他一定 他一定整个的所有行为 都有一个什么 他们在欧洲人很讲 就是mandate 授权 你今天你没有被授权 你做不了事 那你的授权都是法律条文 写的清清楚楚的 所以欧盟这个整合 你说他很慢 是没有错 七十年走到今天 可是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也就是说 我今天跟你磨了半天 最后磨出来一个 那我们签个约吧 它是契约精神造成的 一个欧洲整合 所以他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像欧洲的古堡一样 一千年都不倒 他那个法律的 夯得非常的实 所以你今天 你做轮值主席国 说实话 也就是每次会议 有匈牙利的 在欧洲理事会的代表 因为欧洲理事会 是代表所有会员国 大家一起共事 他的理事会 设在布鲁塞尔 那个我去过很多次 场地非常的大 大会议室 中会议室 小会议室 他说那个是全世界 最大的一个会场 什么事情 欧盟会员国 从副司长 任何主管单位的 副司长开始 甚至科长开始 他就有横向协调机制 一定时间就在 布鲁塞尔 大家一起开会 比如说外交部 亚太师司长 他们就有固定的机制 在布鲁塞尔 在理事会就要开一次会 那只是在开会的时候 是由轮子主席国的 这个代表 比如说今天亚太师 外交各国 外交部亚太师司长 这个我们叫 Cole RZ Cole RZ 我们以前很流行 我们很 因为跟决定台湾事务 都是这个机制在解决 那由谁当主席呢 由匈牙 轮子主席国代表 就是匈牙利外交部的 亚太师司长 他做主席而已 那会议主席 他不是独裁制 欧洲都是民主制 那他要照议事规则 然后决定也照议事 他就这个权力而已 然后对外代表欧盟 也就是说 对外代表欧盟的 现在这个三驾马车 过去是三驾马车 是什么 就是说 现任跟下任跟前任 他三驾马车 一起代表 那现在欧盟 比较喜欢做的是什么呢 三驾马车是什么呢 就变成轮子主席国的元首 跟什么 跟这个理事会的主席 跟理事会就是consul 还有就是commission 就是职委会的主席 三驾马车 那现在看起来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欧盟呢 这个我认为这两年 这个轮子主席国的主席的 主席国的这个 元首的身份又有下降 因为现在三驾马车也不多了 大部分是什么 大部分是理事会 跟职委会的这个主席出来 也就表示说 欧盟的整合 它本身的 欧盟的institution 机制 它的代表性又增强了 这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本来啊 这个轮子主席国 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一个角色在扮演 它有的角色也是被授权的 它也没有什么自由材料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绘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绘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卤绘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绘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L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